转不转 转不转发球 很多朋友说转不转发球 你这发球到底是转还是不转 我给大家讲一讲 转不转发球的意思是指的 我们在发球过程当中 用同一个动作 往下坎的下旋的动作 一个是发出了下旋 还能发出不转 看到吗朋友们 你看这个球是不是一个往回拐 一个是干嘛一个往前走 下旋往回拐 还是往下坎 不转 比如说 这个很多专业动学说 多发发转不转 转不转就是多发发这个 纯下旋 纯不转 纯不转 这个发球 其实说很多朋友们 你们一定要去理解一个东西 是什么呢 就是说咱们发这个转不转 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去让对手吃发球 这个大家一定要想好 这个跟侧旋发球还不不一样 对不对 你发如果说对你发的足够下旋 对手可能偶尔吃个一两个 是不是 你发的不转 对方可能搓高 但不像侧旋 你真吃侧旋 这球直接就搓一边去了 你真吃到侧上旋 可能一搓球直接就飞天上去了 这个吃发球的几率小 但是这个发球适合在哪里去用呢 第一适合在关键比分 在关键比分也就是指的是在8比8 9比9 10比10这种比分 为什么适合去用 因为你在0比0到8比8 9比9这个区间 你肯定啊 为了不管是追分 还是说是扩大领先优势 会发一些勾手 包括一些逆旋转 甚至是一些左侧旋 你肯定是要发左侧旋的 包括一些长球 对不对 但是随着一局对手的了解 到了8比8 9比9 并且是对手什么 注意力最集中的时候 你再去发侧旋 就会出现什么问题 第一对手 第一不太吃 第二他可能会给你 控制的非常的好 或者批长批给你 非常的难受 包括如果说 特别针对什么 你身边 如果说你的对手 接发球 非常喜欢反手拧 那你要想 你绝对是发侧旋 发的多 他才愿意拧 拧着才舒服 你发转不转 这种纯的低平的下旋不转 是限制对手 反手拧的最好的一个发球 我可以把话 直接就给大家放着 你去发这个转不转 是限制对手 然后反手拧 最好的发球 最好的发球 对手一点招都没有 他只能干嘛 只能侧拧 那你要觉得 你身 大家都是页约号者 他侧拧上台的几率 又能夺高 就算拧上台 他能拧得像 技科那个质量吗 不可能啊 对不对 他就干嘛 只能搓 那搓了 那就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 达到了一个 好让我们好上手 怎么去发 那我们就要先了解好什么 发下旋 与不转 他们制造旋转 它的一个区别在于哪 这个其实朋友们看啊 它跟发侧旋不一样 侧旋是什么 侧旋你发侧下拍子平 它就是侧下 你拍子立 这个球就是侧上 拍子立就是侧上 那我们应该 这个转不转是怎么回事 你看啊 我发下旋和不转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看 我的拍型啊 基本上没太有变化 你看 这是下旋 对吧 这是不转 我的拍型 没有很明显的 一个平 一个力 那他们之间的 这个主要的区别啊 就在于什么 在于这个球 在我们拍子上 接触的这个部位 也就是说 用拍子哪个位置 去接触球 来我现在给大家 去近距离的看一下啊 我们去发下旋的时候 大家看 我们是用球拍什么 中下部 用这个位置 开始接触球 摩擦球 这样的话 随着我们的动作 向前下方去砍 去切的过程当中 能让这个球 在球拍上 有一个更长距离 更完整的一个距离 它能去摩擦 你摩擦的距离越长 球越转 对不对 这是下旋 好 那不转呢 它其实就是用球拍的什么 中上部 那中上部进行干嘛呢 是进行摩擦 不是进行撞击 因为你撞击 你这样立着拍子撞好了 你没有必要平着拍子撞 平着拍子 还是往下摩擦 就是为了让对手 看起来是跟下旋一样 只不过它的接触点 放在上 放在这里的话 大家看 我往下一砍 这个球 是不是只能在拍子上 有这么短的一个 摩擦的距离啊 这么短的一个摩擦的距离 你觉得大家这点距离 它能制造出来强烈的下旋吗 它不是的 对不对 这就形成了一个什么 不转球 所以说发转不转 大家需要走出的一个误区 是什么 它是一个是 用球拍的中下部摩擦 向前下方摩擦 不转是用球拍的中上部 向前下方摩擦 都是在往同一个方向进行摩擦 只不过用球拍不同的部位接触了的球 形成的下旋和不转 并不是说我发下旋 我要往前下方摩擦 我发不转 我要去撞击 你就错了 大家看 如果说你看 我这是下旋 这是不转 你觉得 有这么明显的拍形的变化 还能判断不出来吗 对不对 那我都往前下方 下旋 我还是在往下摩擦 只不过这点距离摩擦不住球 所以说球不转 所以说呢 这就是大家一定要学会 因为什么 我们只有在每一个细节都能做到了 跟下旋球是相似的 都是一样的 那才能做到 让对手看起来是不感激 才不知道什么旋转 你要一个下旋 拼命的往下使劲 发个不转轻轻立着拍子往前碰 那你的转不转就没有意义了 你用手指手腕 小臂蓄力 发球 用手指手腕小臂发力 你是不是才能去 吃住球摩擦住球啊 我这里都硬了 啥都不使劲 用肩推 用大臂 能吃住球吗 吃不住的 是不是朋友们 这个就是给大家去讲的 转不转 这个发球 好 那我现在给大家示范一下 我用横盘 因为这个球发过去是比较飘 比较轻的 你看下旋 不转 下旋 再来 不转 大家看 这个用拍头位置 去击球摩擦球 包括你们大家应该也听过 正手拉反手拉 尽量也要用拍头的位置去拉 对不对 怎么才能用到拍头呢 大家看 你就想要用到拍头 你就有一个前提 就是你一定要运用到你手指和手腕 你拉球 正手拉还是反手拉 你的手腕都是一个向后打开 向前走 向前收的过程 手腕一个从后向前 对吧 反手也是从后向前 拧也是从后向前 发球 你们发现 是不是也是从后向前 对不对 高手 从后向前 逆旋转 从后向前 它是不是都是手腕从后向前 好 那既然都有从后向前 那是不是也就是说最终你出去的时候你的拍头是在前面 你就能用拍头的位置摩擦到球了 那很多朋友们为什么感觉你拉球包括发球用不到拍头 就是因为你的手腕的这种灵活度你的手腕运用的程度是不够 就像拉球 这就用不到拍 用不到拍头 你看 这就用不到拍头了 为什么 我的拍头没出来 拍头出来就能用到拍头 我没出来卡在这里就不行 反手也是 我拍头出来了 我就能 拍头出来了 就能运到拍头 我没出来 这就容易下网了 看到了吗 好 那其实发球也一样 我手腕 当我用到拍头了 我的我的 用到拍头了 球就转 我最后这一下停了 停了 或者发勾手 停了 那就没用了 出来就用到拍头了 也就是说大家一定要去注意到这个问题 在去发这个勾手的时候 不管任何发球 包括拉 想要运用到拍头 你就要最后能让你的球拍头走向前 走向前 那你只能把手腕转向前 转向前 发球也是 转向前 转向前 看好吗 也就是说你得把你的手腕 得给它活起来